現在參加一部 我們都參與了配音動畫的首映典禮 你也有配音 我也有配 陳堅舟也有配 就大家很多人 然後在那個出場前的那個 休息的時候 在休息室當中 準備要上場的時候 然後陳建舅就很活潑 跟大家打招呼走來走去 妳媽媽就在那邊說 妳可不可以不要走來走去 然後我到時踢了以後 你們不要欺負我 賣孩孩孩 我是就一直講到孩子 而這場康熙追思輝 還會帶來多少思念和淚水 你們是否還記得 那些閃耀後遠落的明星呢 趕快回到現場吧 我們看好多片段的時候 大餅都有出現了 你知道大餅一共來過32次 大餅第一次來說 就2004年的4月 就是我們節目剛開始 兩三個月的時候 好像常常出現在各種片段中 講得很好笑的話 對啊...而且 我覺得她那時候是做得很成功啦 然後就是在各個節目 都可以看得到她這樣 可是妳說她會為了要上台表演 彩排一百多次 不是 妳知道嗎 因為她對於反串表演這件事情 她很要求 所以妳知道那個 惠妮秀斯頓的歌曲 她是為了要對嘴 對到很像的地步 她是聽那個歌 聽了兩三千次這樣子 然後聽到就是連那個 惠妮秀斯頓在唱歌的時候的 那個換氣的那個嘴型 她都對到了 她練習到這個地步這樣子 但我覺得有點失心瘋啦 對 不需要這樣喔 她就很...她就是這種 很認真 要求完美 對 要求完美 很認真 好 我們來看大餅在康熙的畫面 Oh my God 她現在今天除了康永跟CD之外 來了一個人是我其實覺得 跟她鬥嘴真的是很艱難的任務 妳跟她鬥過嘴嗎 我跟她鬥過嘴 但是我通常都是輸家 歡迎大餅 妳罵她說妳好賤 我跟她怎麼回應賤 余秀賢 妳很賤耶 我覺得那時候大餅會 就是在螢光幕上到垃圾的 好像就是不斷的上 我猜…然後表演了很多次吞拳頭對不對 就是只要有憲哥的地方 我就得要吞 因為她表演吞自己的拳頭 大家已經有點看膩 她就不然妳吞別人好了 然後她就把我的拳頭給吞下去 可是因為基於安全的行為 她有帶那個塑膠手套 嘴部虧氣已經毀倒了 那妳不叫闊怨氣嗎 那這個破洞就要痔瘡了 妳很奇怪 對啊 那她是你們搬在開心果嗎 誰叫當開心果 我還是信任小玉妹 我是汪汪姐妹 你是開心果 不是 原來她比較老想她是汪采姬瓜 是不是 不可以嗎 大餅太細微了 這咬不起 而且每一個咬字 跟嘴巴該動的時候 而且她喚氣我才喚氣 對 因為徐希弟呢 就是他只要一回家 他就會立刻換上一件體鞋 全身只穿那件體鞋 是T恤到膝蓋 然後外面是一隻米老鼠 然後粉紅色 是小豬 好…之類的 我們就跟我爸去 然後他就大餅妳來一下 我說什麼事啊 把我叫旁邊說 我爸去不想想抱我 不是 他居然當自己說 然後你知道 就有兩個小孩子在泳池旁邊 在啊…在潑水 然後CD就穿著美美走過去 然後我們也是在附近 然後就啊… 就潑到CD身上 結果過一會 徐希弟就趁著沒注意的時候 把小孩子推到泳池旁邊 因為我覺得 因為我覺得 雖然他們年紀小 你也不需要跟他們客氣啊 這麼不紅的歌裡面 你還記得 我也不記得 黑版純泥是不是 那是誰扮大S 誰扮小S 我扮小S啊 因為這主要其實不是 因為胖你要扮大S啊 不是 是因為他爆我牙 Mama 來了… 空中空腿來了 大娃娃 我遇到什麼事了 模仿王欣妮 好啦 我們歡迎王欣妮出場喔 大比我想拔你 電話留一下 今天這顆唇頭 就是祝你女兒能夠平安順利的長大 也祝你們母子均安 謝謝 順便主持媽媽就是那個 大牌鷹錢 對 好 好溫馨喔 雖然你有一家朝天的 不行 這隻手要扶著啊 不然你要 2 3 你們都知道我已經感情空窗 大概有十年之久 但男生你要知道空窗久了 大家都會以為你是一個保齡球國手 因為你的右手 會比左手稍微壯一點 旋轉 表演 我必須確認 全小看福建 你沉醉了淚 白雪 夏夜 我不停歇 模糊了年歲 五娘的喜悲沒人看見 好厲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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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們剛才練那一整段 是為了表演是不是 不然我私人的興趣有練習 好棒... 她細節...她細節很具體 對啊 她對嘴內真的對好細喔 而且你知道嗎 她剛剛跳的那個舞娘 她自己在家裡面 就是練習那個舞蹈 真的是非常非常多遍 一個星期 整個星期都在練那個舞蹈 她是把這當純粹的工作 還是她其實也樂在其中 她非常喜歡表演這件事情 她非常非常喜歡 她即便是 就是在私底下 她都很喜歡引起人的注意 她跟我們鬥嘴的速度好像是 好驚人喔 是 我跟你講 有一個事情超級好笑 就是那時候就是 我哥跟CD他們同一班 然後有一次就是有一個老師 就覺得說就是學藝術的人 真的很難管 你知道嗎 然後結果那個老師 不知道是什麼老師 他就走進去罵我哥他們班的人 就說 你知道你們學藝術的都很難管 男生都是神經病 然後女生都是變態 然後我哥說 她這種...她這種隨時的機制 對 她是隨時的 隨時的機制是討喜 在生活中是討喜的嘛 對啊 她是隨時的 大家會很樂 對啊 而且你知道有一次 天天那個東西 我跟你講 她每次看 我最懷疑她已經 其實她每次看到我都會說 妳可以告訴我 上帝在創造妳的時候 她在忙什麼 我就想說 她每次這樣跟我講話 我想說妳在失禮吧 而且還有一次我們一起去工作 然後那個停車場 不是拿那個票卡 其實她都會說 怎麼謝謝妳旅途平安這樣子 然後她拿完卡之後她就會說 妳是真心的妳 妳是真心的嘛 妳 然後她想說妳有... 妳有提醒 妳有吵架嗎 妳是不是真心的 對 然後我想 對 她自己在就是這樣耶 她就是這樣子 她到處找家床 她就是一個瘋子 對 所以你根本就不可能 吵贏她吧 我從來沒有吵贏過她 她上每個節目都這麼... 就是... 對 嘴巴就是這麼鋒利這樣 可是你們有真的吵過架嗎 就是她... 只要她一生氣的時候 我就趕快就是閉嘴 然後就默默躲起來 因為不可能吵贏她 病倒的時候是在北京嗎 對 對 當時妳在哪裡 那時候我在台北 然後就是其實 她好像是四 五月的時候 就是三年前的四 五月 她就患了感冒這樣子 然後因為就是台灣人 在內地看病很貴 然後她就想說她要把錢省下來 就是讓家裡面過得更好 所以她就一直吃成藥這樣子 可是...對 就是感冒脫成大病 然後後來她真正那個入院的時候 是就是三年前的六月二十四號 就是那個晚上真的很可怕 因為我舟車勞頓這樣子飛過去 三點趕去機場 然後到北京已經晚上十一點 你知道嗎 我到北京醫院的時候 這很可怕 因為就很像是連續劇裡面的劇情 因為護士小姐看到我說 他說我哥那一天就是 一整天就是瞳孔放大三次 然後就是整個情況非常危險 然後他說 有一些東西妳要簽 就是病危通知 甚至就是後來我簽的是那個 死亡痛之數這樣 就是我弄完這些東西之後 我才進去病房看到她 她已經...她先融了 她先融了 大比有融鼻 她有融鼻 而且你知道芬芬有一次看到我們 他說你們兩個要組一個團體 也叫做 薯膠 你不會有... 你不會有把照片燒給她這種事吧 沒有 可是我有做一件傻事 你記得那麼多照片給我們 你卻沒有燒一張給她 我沒有用燒的 因為你知道嗎 其實我有做一件傻事就是 我到現在都還有在就是... 就是傳LINE給她 然後就是很想念她的時候 然後我會用來打電話給她 那如果回了怎麼辦 你怎麼會給我水到 水到牠的牆上 然後... 就是跟想念妳幹嘛 所以我說想念 可是還在很怕見到那個鏡頭 就是我跟賴芊兒很像 就是說其實像今天上康熙 我昨天也有傳LINE給她的 是喔 對 所以她也幫妳把班表移開 但是我覺得如果要做這件事 真的你要確定對方的電話 她的電話沒有停掉 因為我有做過這種事 結果她的大頭到變成一個陌生人 妳這樣很破壞 你知道嗎 因為妳電話停掉之後 就是可以給別人使用 我嚇死了 所以妳以後就在臉書做就好了 除非你們確定 妳電話都沒有停掉 因為真的 我就是做過這種事 有沒有那個時候 媽媽走的時候有沒有 寶媽就說什麼接到媽媽的那個 對 因為媽媽傳訊息給她 沒有啦 我們是要跟她說 告別式的時間 可是是用媽媽的手機傳出去 妳們這招也… 我有收到 大家都嚇壞了是不是 對 就嚇壞了 這是當事人本身發邀請 對 我相信大家對於康星來了 康星走了也會很… 也會很沮喪 包括我女兒在美國求學 每天都看了唯一台灣節目 就是康星來了 那… 那你要怎麼去處理這個情緒呢 我覺得就是 等待相同 然後… 不用娥好 你直接拉… 直接拉到打電話就好了 然後而且我們… 我想… 妳們做一件激傳 小赵 真功夫可不是假把事 小赵在世界上 最厉害的功夫是什么 是下功夫 下功夫是哪种功夫 要你做任何事情 肯下功夫 你就会拥有 世上最上等功夫 爸爸 我们去哪 江湖 1月2日起 每周六晚间八点 全新一季 爸爸去哪儿 第三季 就在中天综合台 所以我到现在都还保留 國修老师的手机 还在付月租费 那国修老师是会 本来就会用手机拍照的人吗 会 他也是个手机控 所以你会翻里面的照片 所以你家里都还是 他所有的东西都维持原状 而且你每次看都会很贴心 因为他有到处有很多的 創作的笔记 王岳给我们书的时候 就前面有印他的笔记啊 我就想说 我就写给我这么多字 然后我就看来看出来 还好是印的 沒有 他写的 27本 你以为他写给你的名字 而且我好怕说 一边读一边浮现出新的字迹 所以他现在27本剧本的手稿 放在四个防潮箱 都是开着店的 对 以你的情绪 会不会只要一看到这些东西 就要大哭一场 因为国修在最后 住院的三个多礼拜 给我们全家就是儿子女儿 都是一个很好的生命教育 所以他很清楚地去 他知道这是最后一次住院了 这次也出不了了 所以他就会 开始很清楚地交代他的后事 包括把屏风的重要干部 请来医院告诉他 我的告别是要怎么办的 然后他也告诉我们 就是我们这些家人说 要把他当作一件喜事 因为我就要去见我的父母了 我觉得他就是做很多 让我亲眼去见证说 死亡这件事情是一个往生 所以为什么中国人 要称为往生者 他们真的去到 另外一个更好的地方 那国修老师说 他要去跟他的父母相见 所以对我来讲我也期待一个 之后我会跟他相信 李国修一共来过康熙七次 在我们这边显示的是 2004年到2011年 当中有一些时候来 其实并不是来聊 跟舞台剧有关的事情 所以应该是王悦逼着他来 讲了一些其他平常 不跟人家聊的事情 我们来看李国修 参加康熙的画面 今天有一个諧星的祖师爷来了耶 我觉得他已经不能用諧星来形容了 諧星是像我们这种 肤浅的人称为諧星 人家是喜剧太陡 我们欢迎李国修先生 欢迎国修老师 欢迎好 你现在听到諧星这两字 会不会刺耳啊 非常刺耳 对 我们现在应该叫做艺术家 闻我的脖子 他还喜欢这个感觉 你该闻的那个点是什么 意义是什么 狗的爪子你喜不喜欢闻 喜欢 对 它就是那个味道 可是那种臭味是不是 一点点臭 但是还是香的 你看 还有参加一些绿油精的味道 对 因为我们一直是以心用情做剧场 而且我们对于台湾剧场 这个所谓的演出啊 跟作品 跟观众的关系 都满有情感的 对 可是因为环境的不可抗力 所以那个画面呢 我就出现了一个画面 跟他讲 我一边讲 一边哭 我说我们要演经济剧 而且自己演技巧 那么国家券一千五百个座位 每个座位要卖两万块钱 你要牌就是有缘 你只能看这一次 在这个画面当中呢 我身边会出现 所有曾经参与过田中的 演职员同一设计师 我要对他们每个说一句话 每一个不同的朋友 有谢谢你们对我的支持 真的很可怜耶 我都很想哭 可是...可是他很可怜 因为我哭到不行 他就跟我讲说 放心 他已经演完了 到他在脑海里面已经演了 以后屏风表演办的戏 我都要去看 你们好像很穷的样子 真的 所以我们打开电视 是说一句话 滿严重的 百分之十经过专业训练 那剩下是九十 所以他们都有双手对称 我不知道你是怎么回事 你不要理我... 你不要理我... 最对称的 要贴住呢 我没有去注意 我的手在干嘛耶 我想想看 不... 不... 我们谈爱情戏的时候 你不要离开我 你真的不要离开我 真的不能在哪里 我们要看这个手 沒有态度 黏住了 就叫三秒角 那感情就是说 你怎么可以这样 他... 他真的有态度呢 是不是 是... 你干嘛可以偷摸他 不是... 我是在对一个讲解说的 你真的... 不是柔令 創谈五周年的时候 演一个文艺文学作品 林怀美老师的《禅》 改编成舞台剧 那当初第一个就拜在林老师 不应该警告我 她说 國修 你要改编 是吧 我刚才一静摸她就说 小意思... 你一定要好爱 你一定要把书记生涯 好不好... 月姐 小意思 今天拜托你了 小意思 今天拜托你了 小意思 天天啊 你会非常感谢你 此生无憾 有做了这一集 我最爱國修老师了 谢谢小意思 好客气 嗨 哈人哥好 你有感覺過她的背影 是可怜的吗 整个人都很可怜啊 幹嘛是背影 所以正面你也觉得想哭嗎 可以啊... 不然你去握她的手 你就可以哭了 不可能 真的 你握一下 你今天要握她 什麼感覺 你再想我一个她想和她 妳就隨便... 隨便翻一個食譜 莲藕三百公克 辣椒絲一條 白醋一大匙 香油一小匙 莲藕洗净 去皮 切成薄片 真的假的 香辣椒絲 調味料 就要與粒乾的莲藕攪拌 均勻即可 成功了 這莲藕 好可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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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 我很有感情 不要再賺了吧 不要再賺錢了 不要再賺 不要再賺錢了 不要再賺錢了 不要再賺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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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好像在想贏 肚子餓 就是用妳們那招 就是要想贏 就是國修老師漢典不在 他最會講的 就情緒經驗 情緒檔案有三個 就是有文本的 就是本來劇本就很好哭的 再來就是如果檔案 再來就是經驗檔案 是 妳國修上康熙這件事情 是需要妳給他打氣 他才會來 還是他自己會決定 不會...他很開心 就像我剛開始開放妳說的 其實我們都知道 來上康熙 屏風的票房就有救了 他第一集來上的時候 為什麼就感覺 好像是在告別他的人生 因為他一直是有這種 散發這種很慘中的氣質 是... 所以他每次來 雖然票房不錯 可是他會覺得他 在做一件跟他的劇場 很遙遠的不相關的事情 我覺得一方面國修也很特別 因為他是台灣的一個 電視喜劇明星 去轉行做劇場 做藝文這一塊 就好像說 他帶出來的發酵跟衝擊力不一樣 就好像說 一個電影圈的康永 來了綜藝節目 就會帶動不一樣 那相同的 國修老師也是把所謂的 他不斷地自我要求 不斷地學習 這邊有好多屏風的子弟 屏岩啊 小兵都是 我在老師那邊也學了一年 妳跟小孩是可以聊他的嗎 可以 一直聊 然後也包括我曾經 因為他們剛剛講的話 我全部都聽得懂 因為你真的很容易進去 你一進去就哭到不聽 然後有一次也是 我哭得嘻花的時候 你平常都沒事 都很好 可是你一進去就會 那個是個黑洞 然後... 後來我兒子就有跟我講一件事情 也有很正面的鼓勵我 他就跟我講說 媽媽 這個是... 就是老天 菩薩也好 耶穌也好 就是都給我們一張考卷 我們來到人生這一趟 那爸爸已經把考卷填完了 而且他寫得非常好 所以他走了 那他現在在天上 絕對是一個博士班 那媽媽 妳如果這個樣子 妳真的就在幼稚園 妳是看不到他的 所以我也會覺得 我不可以這麼樣沉溺於悲傷 那一定要做 有...做對社會有意義的事 那我不會做什麼大功大德 那我只是個人 我很希望說 能夠把國修老師的經典舞台作品 能夠翻拍著電影 所以不論國界 不論距離 我可以用電影的方式 讓更為流傳 也流傳下來 那所以現在是我要做的事情 那...其實我覺得 我也常常會安慰 很鍾愛屏風的戲迷們 就是說 就好像電影裡面 就是一代宗師公二說的最後一句話 就是 所以我相信大家對於康熙來了 康熙走了也會很... 也會很沮喪的 包括我女兒在美國求學 每天都看了唯一台灣節目 就是康熙來了 那... 那你要怎麼去處理這個情緒呢 我覺得就是等待相逢 不用討論 你直接賴... 直接賴我們不要記好一點 我在夢裡面做一整集出來 然後一定還會再相逢 我們一定會看到康永開的 痴痴的愛的電影 他們家公子去紐約了 要去 還沒有去 可是我只想說 如果他回到家是空無一人 他處理了這種狀況嗎 你那麼賤嘆 我們其實大家就好好相處 有什麼事會脫夢給我的 安俊散身體病痛 康永小未死而不捨落淚 我完全不知道他生病的事情 就是我接到通知的時候是 我們共同的朋友說 我想說 我想說 連他生病都不知道 他怎麼可能就... 太疼了 所以很難 我覺得好多事情都是... 都是 因為他明明知道自己已經... 他還是這麼可愛的 永遠記得嗎 什麼什麼的 其實你家裡面也有一塊地方 你是不敢走 走過去 我們家有個中島 然後中島的地方 因為他很喜歡烹飪嘛 所以那個中島當然是他的地盤 然後那個中島上面呢 就會有一個電視是懸掛的 所以他就會坐到那個中島的高腳椅 然後這樣子 就好像我們去吃麵 麵店看的 或者是賣檳榔的 就是會這樣子看電視 他唯一就是那邊會看看日本的 美食節目等等 所以那一塊地方就是我會不敢 不太敢走進去的 那...可是你必須面對你的未來 所以我現在有把家裡面 裝潢重新改變 然後我們現在就出來了 屏風也搬到一個比較小的地方 然後我跟女兒也搬到那個地方 然後我們重新裝潢 大概也要花半年時間 我就把原來兩戶打通的房子 再隔回兩戶 然後一戶以後就可以給女兒 他們自己的小家庭住 另外一個我獨居老人呢 我就住在旁邊 那我女兒很會烹飪跟國秀一樣 所以她煮三餐就會叫我去吃 所以我就必須要自己去想 未來是什麼 妳有一直在幻想 獨居老人這件事 有 然後又很害怕嗎 不會 女兒... 女兒又想要住在隔壁嗎 跟她老公以後未來 她就是很好的女兒 然後她的男朋友也非常好... 非常好 我就多了一個兒子 真的是多一個兒子 這樣不算獨居啦 對啊 真的 還是很性質 是 接下來我們要看的是安君燦的畫面 她最愛這樣研究的是 演藝圈的勞資雙方的關係 你們照自己的風格 跟老闆心意就好了 好 安君燦第一個囉 嗨 大哥 你今天跟誰來幾個人 要幫你安排座位嗎 她就會說 請問你們有沒有像那種 美國的夜店 就是會大家排在門口 然後你們這樣挑漂亮的進來 真的嗎 我還在挑妳 是不是 我覺得她其實很像一個造型師 沒有造型師的味道 就下來安君燦到劉真背後去 妳看 這樣就像一家店... 好 妳在... 好 我們兩個明天就開一家理髮廳 為什麼要叫Andrew 真的就這樣 讓我們來解決妳 髮型的問題吧 Yeah 是不是就是金城武啊 不是金城武啊 妳也輸得出口 真的還沒有斷臉金城武 因為我那時候就覺得 明星就要有那種尖下巴 15歲的時候 十年前 可是妳不能只管下巴 或是整個五官都不管啊 對啊 妳這已經是低到無法講話耶 而且攝影師說很好 妳還說謝謝 對 明星要道別的東西什麼東西呢 我們來看一下 是高跟鞋 不要再穿高跟鞋了 這是我最喜歡的一首 而且妳在夜店公中 妳穿這個很容易跌倒 小裝可以穿高跟鞋 不要啦 不要啦 安心菜 妳是個老妖精 因為畢竟我小時候 也是很常看那個 大小S的節目 對 小時候 對啊 妳還敢罵人家 我才要罵妳的 安君燦 妳知不知道妳把我害得多慘 最好怪她嚇得多慘 妳走不出去 妳走不出去 我走不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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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粉絲跟我說 裡面有一個角色 在變形的過程中 有一剎那長得好像安君燦 有耶 妳是說這是阿凡達嗎 好像那美人 對 好像那美人 你是那美人耶 某個部位分很開 是 我如果用東西量 都量得出來的嗎 對 妳還講他分開這件事情 妳已經害他就是被導演都講 都接不到戲 因為我這句話 會不會影響妳的演藝生涯嗎 可是比如說像小意思 這樣的身材 但是卻穿大龍炮妳覺得嗎 對啊 妳喜歡太陽穴 妳拍這邊拍不到眼睛 我跟你講 拍到鼻樑 不要拍到眼睛 原來居然帶Seven 買得到的東西來 不是 以前Seven還沒有的時候 不知道我們節目當什麼啊 他可以放到那個烤箱裡面烤 烤完以後 他就會很像 你在餐廳裡面吃的 熱的 你們大家知道這個消息嗎 什麼消息 學生界妳知道嗎 很普通啊 好...那妳不要這樣 OK啊 下一位 下一位 然後你再不結束了 等一下要出來那個 坐在你對面的人 你覺得是他帥還是你帥 我覺得我... 因為可能我年紀也比較大 所以我算是比較成熟的那種 帥 小燕姐好 小燕哥好 嫩 可是我覺得你妝好像比安君看濃 你眉毛是完全是假的吧 畫的 你沒有畫眉毛吧 我有畫 大概國小一、二年級的時候 我那時候覺得我自己本身 是一個非常成熟的人 因為你知道我想的問題是什麼 我就是所有東西都擺平了 然後就是也閉上眼鏡 燈也關掉 然後我腦子裡就開始想說 我們人為什麼要來到這個世界 然後這個世界上 如果哪一天我死了 會不會有人記得我 那我們在宇宙裡面 是不是就是微小的一個塵埃 然後你就會想... 就這樣隨便想就可以想 可是最近我又開始想 而且我是 最近開始想這個問題的時候 我是會想到流淚的那種 就是你閉上眼鏡 然後你又想說 這個世界會不會有人記得我 然後就說 從這邊兩邊流淚 這個就是他最後一次上節目吧 應該也是最後一次上節目吧 其實那個...當時那個問題 聽他提那個問題的時候 認為他心情不好 所以就會想安慰他說 不要把這種事放在心上 就是別人記不記得 我們根本沒有關係 可是誰曉得他是真的 在問這一題 其實這段時間 他一直都很想要 繼續往戲劇的方面發展 然後他之前要接 友台的一個戲的時候 剛好撞起一個內地的戲 然後我就說 你之前演的角色 在內地都比較邊邊角角一點 很難得會有一個戲的 裡面的東西很有挑戰性 然後又是男主角 雖然他很短又是在台灣前 可能也沒有內地來得 費用來得高 可是你有沒有考慮要嘗試看看 因為如果你挑戰成功了 或是你挑戰失敗了 但是你去演這個角色的時候 會有人記得你 我講這句話的時候 其實我根本沒有想到什麼 我只是覺得這角色好厲害喔 然後劇本寫得好特別 你要不要試試看 我根本沒有想到他 其實心裡面有這麼多這麼多的東西 是這個狀態的 對 後來那個戲拍完了嗎 拍完了 他演到了 他演到了 所以他身邊的事情是連你都滿 因為他其實中間有一段過程 看醫生看到好了 然後也自己也長胖 就是看起來都非常非常健康 雖然還是有一直持續的在觀察 但是到他最近一次發病的往後 到後面感染有點嚴重 他都沒有跟我們講 唯一只有他的身邊的助理 跟我的...照顧他的經紀人知道 可是他經紀人就是 他每一天都在威脅經紀人的時候 不准講的那一種 我完全不知道他生病的事情 就是我接到通知的時候是 我們共同的朋友說 你來醫院一趟 他要走了 我想說 我連他生病都不知道 他怎麼可能就... 太突然了 所以很難 我覺得好多事情都是... 都是 其實安俊燦也是我的學生 逸程嘛 申東京也是我的學生 他們都...都好勇敢 因為他明明知道自己已經... 他還是這麼可愛的 有沒有記得我啊 什麼什麼的 對 他那一整集完全沒有露出任何 想要告訴我們多一點的 訊息的事情 而且甚至其實在錄 那最後一集康戲的... 前後的時候 就是我的音樂會的時候 然後他... 前一天晚上就打電話給靜靜的說 他摔倒了 所以唱歌可不可以像Agella一般的 做著唱歌 然後我還打電話跟他講說 你不要開玩笑了 那是一首快歌 難不成我們兩個就這樣做 他說沒有... 沒有啊 我摔得真的很痛 然後可能唱歌都有點困難 我說OK 好 沒關係啊 那我就坐你腿上唱歌囉 然後那一場音樂會辦得 我覺得很成功 然後他也... 也完成了他一個很小的心願 就是他也有唱到一首歌這樣 可是我那天覺得很奇怪 因為台下都是我的朋友 然後也是他的朋友 但是他就說他很不舒服 他要離開了 可是我那天無暇顧及到 他是什麼樣的狀態 我就沒有去照顧 是音樂會結束第二天 我就接到愛影軒打電話給我 他就說你在哪裡 我說我在台北啊 怎麼了 然後愛影軒已經哭到一個 就是我根本聽不出來 他到底在講什麼 他就說 你如果有在台北的時間 你就多去看一下安君燦 因為他剩下的時間已經不多了 我就說你放屁 那才剛跟我辦完一場音樂會 然後他就說 真的沒有在開玩笑 然後因為他人不在台灣 如果可以的話 就多多去陪他 然後我就覺得很生氣 因為我很生氣 為什麼我離他這麼近都不知道 我就先打電話給照顧他的經紀人 然後我經紀人就全盤拖出 就是有關於他不想要讓朋友擔心 也不想讓公司的人擔心 甚至不想讓任何人知道這件事 他就只希望他可以在 他還很好很可以工作的時候 可以留更多的東西給大家 然後我甚至連 就到那天他的要推進去火化的時候 的前一天晚上我才想起來這件事 我好像有一樣東西沒有送他 然後其實那個火化是不能有 其他的東西一起進去燒的 然後我就抱著我自己的專輯 然後裡面寫了很多很多話給他 我就跟他說 我就請旁邊的工作人員說 可不可以擺脫你 偷偷放在棺材下面也好 因為這是我欠他的 然後我真的很謝謝他 在後面這一整段日子 有陪我經歷過我這麼大的 重要的時間 然後就有跟著他送過去 是 光臨風抱病現身 葛兆恩驚喜又心疼 其實那一陣子我剛好在杭州 有一個節目在比賽 他們就要找爸爸來 就是在剛剛最後一集的那個時候 他身體已經虛弱成那樣子 就是我就一個人到我杭州 比賽的時候 我唱完歌的時候 主持人就說 讓我們歡迎高臨風 我一轉頭的時候 我的爸爸就出現在我的後面 他為了我冒著生命危險 到杭州幫我加油打氣 這是他給我的最大的一個驚喜 放進裡面去的造型 聽說高臨風大哥 是要求要穿火鳥的服裝嗎 沒有 放進去的是穿白西裝 他本來有提過要打扮成火鳥的造型 火鳥是... 對 這是一個我沒有幫他完成的心願 其實一直沒有人知道 那在跨年的時候 我還陪他去新加坡作秀 然後表演完 晚上我們在聊天的時候 他說 你要幫我完成一個我的遺願 我說是什麼 他說在他離開的那一秒 我們要幫他換上火鳥裝 手上拿麥克風 然後放鞭炮把它拍下來 然後我那時候其實還滿不懂 是什麼意思 我就跟我爸說 我不要 因為這真的是一個滿怪的要求 然後他就非常的生氣 但是到了真的那個時候 到了的時候 其實我也沒有做到 因為那時候場面真的太混亂了 手邊應該也沒有火鳥裝吧 也沒有麥克風 也沒有鞭炮 也沒有鞭炮 因為醫院也不可能讓你放鞭炮 也沒有照相機 而且火鳥裝也跟鞭炮不搭吧 對 而且為什麼他離開 那時候大家都在哭 那我去買一個鞭炮 我就會覺得 其實會倒 對啊 會倒 對 在最後集結的那一刻 你真的很難把醫護人員推開說 我要幫我爸換上火鳥裝 就是 火鳥裝是有鬚鬚的那個對不對 就是很多毛 有羽毛的那個 對 還是紅色跟藍色 好 我們看一下高林峰大哥 來唱戲 我們歡迎高林峰先生 歡迎高大 不是 我在說 從小就愛聽你的歌 對... 我常常看那個張飛 她常常在節目中 常常講她的十大美女 然後她在節目中就江蕙啦 就排了十個 我就覺得妳排十個 我一點意見都沒有 沒有小S 我覺得妳等於白排 我認為小S的美 是繼鄧立軍的那種舉手投足之後 唯一有那種感覺的人 不是 我太震驚了 A yellow river A yellow river The in my mind The in my eye The yellow river A yellow river The in my blood The place that I love A yellow river 我不相信妳沒有看過關岳的作品 妳不要說妳不相信 她可能知道 我連看到她人的時候 我都還不清楚她是誰 妳已經退出武林到這個地步 不是 因為我都看歐洲的 對 華人明星裡面 最帥的一個男明星 所以如果周杰倫在帥的程度上 可以稱之為十分的話 妳爸爸的帥的程度 妳給他幾分 我爸年輕的時候 也不是以帥為主 對 就是我們剛剛問了三位 這個千金還有公子們 對於爸爸的帥的程度的評價 我就是要跟妳報告 妳的得分比較偏低一點耶 有這麼嚴重嗎 不要難過 可是我是希望她就是說 她講話有的時候 不要為了效果就... 就弄錯了 你懂不懂 你拿旋氣很奇怪 郭大哥 你今天看起來很崩耶 對啊 她整個下巴的線條都好 因為前一段時間 坐立下微整形 看起來怎樣 很緊繃 非常簡單 對啊 對啊 想說開始錄影了 她面具怎麼還不拿下 這個圈子裡面喔 能讓我叫大哥的真的沒有幾個 是 有的我自己他 幾乎是沒有了啦 但高大哥是我 在圈子裡面幾十年來 我最尊敬的一個 我認為他是 台灣最後一個巨星 我看那麼多人表演 只有高齡峰一出場 我會吃雞皮糕的 我們自己 其實我們生命中有很多的缺點 那碰到了婚姻 再碰上了財物 所以其實我的人是快要崩潰 那所以說大家都說癌症 真正得癌症是因為細胞的病變 特別是情緒 OK 所以其實我得癌症是一個 很合邏輯的一個人生旅程而已 有兩個字叫做朋友 渐渐淡淡它沒有什麼 在我們生命中 什麼都可沒有 就是不能沒有朋友 大哥 就是不能沒有朋友 他最後是要來康熙的時候 你知道嗎 我並不知道 其實最後一集我沒有看 我不敢看 其實那陣子我剛好在杭州 有一個節目在比賽 他們就要找爸爸來 就是在剛剛最後一集的那個時候 他身體已經虛弱成那樣子了 那我在台灣的時候 爸爸就說他要來 當然是全家都反對 他說你現在連 誰睡在床上都需要氧氣罩 你隨時都要去醫院 你也沒有力氣走路 你怎麼可能來 我那時候腦袋就是想說 他絕對至少錄影 就是錄影片到現場可以 他不可能飛到杭州 因為他根本不可能可以坐飛機 也不可以在外面住飯店 所以我就一個人到杭州 比賽的時候 我唱完歌的時候 主持人就說 讓我們歡迎高齡峰 我一轉頭的時候 我的爸爸就出現在我的後面 他為了我冒著生命危險 到杭州幫我加油打氣 這是他給我的最大的一個驚喜 他有唱歌嗎 他有 你會為這些事情跟他吵架說 他沒有好好的養病這些事情嗎 不會 我覺得到最後了 我希望他要的是開心 所以他開心嗎 他很開心 到了最後一天 那時候我在學校 我在學校我收到通知說 要我去醫院 我說怎麼了 他說爸爸又到醫院 結果我一到醫院 爸爸那時候睡睡醒醒 一起來就說 明天記者會的東西 處理完了沒有 什麼記者會 因為他3月8號 他去年要辦一個 40週年的演唱會 他那時候每天在處理 他已經在病床上 剩下最後的兩個小時了 他一起來還說 明天記者會的東西弄好了沒有 天啊 他還要起來 還要去記者會 所以他到最後一秒鐘 再跟我講的話 還是在舞台上面的東西 所以他沒有在交代任何事 沒有 他該交代的其實 平常都已經講完了 在教導之中 他應該有高興你 也變成演藝表演者吧 他其實 他好像最擔心的是我 對 因為他其實從小 讓我還滿自由的 但是在自由的情況下 不能做壞事 我沒有想到他 他應該是他這個集數的 巨星當中來康熙最多次 他大概六次 大概六次 像其實剛剛有一些甚至 我自己都沒有看過 是 可是你說他不夠帥這件事 他回去有罵你嗎 沒有耶 因為 可是他那天看起來 他那天看起來有點生氣 是真的吧 他很愛面子 但是我覺得這就是讓我 覺得很自由跟舒服的地方 我在私底下也是那樣子 跟他生活 對 是 寶弟那時候跟我講一句 超成熟的 因為我跟寶弟就是 就是平常都是嘻嘻哈哈這樣子 他就跟我講說 秉哥 我們以後就是 沒有這些親人陪伴 我們要很努力勇敢的 靠著自己往前走這樣 就是他... 這是我這一輩子聽他 就是講那麼認真的話 結果我就夢到一個夢 就夢到我跟Makio跟葛兆恩 我們就上了一個節目去聊親人 結果今天就實現了 我其實滿聽的 不是相關的都可以嗎 沒關係 相關的 對 我不知道今天這一集會真的發生 沒有 我也不知道小孩子心裡怎麼想 就是當我說我要做這個題目的時候 妳那時候覺得我們兩個 會沒有辦法順利的主持完 我覺得很...這個題目很值得做 其實我想說 情緒上面會不會波動太大 結果好像度過了 就算波動大還是得做 是 就是康熙的一部分 那...就是康熙十二年來 大家對他的評價 每個人有每個人的評價 可是對我來講 很榮幸的部分就是 我們在節目當中留下這件事情 謝謝大家 2004年1月 空氣來的播出至今長達12個年頭 在這12年裡面 有無數藝人朋友們 帶給我們大家歡樂與淚水 然而在每段旅程都有終點 每個生命都有盡頭 生命總是脆弱與無常 在現實生活中 各式各樣的突發狀況層出不窮 經常令人無法預測 和措手不及 而在演藝圈裡面 曾經有許多我們喜愛的 我們為之瘋狂的明星藝人們 卻也驟然離開我們身邊 讓大家留下無限的遺憾 還有無盡的傷痛 今天康熙來了 帶來大家一段回顧 這些已故藝人明星過去的 精彩表現 也感謝這些藝人明星們 為康熙來了 也許多歡樂的色彩